那你可以開始 那我應該要怎樣做 你不會錄音的吧? 我正在錄音但沒所謂 非常好 那我現在應該要怎樣做 打開它 打開它 他應該要怎樣做 我可不可以重新來過 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這個頻道 話說前一陣子我去了袋袋木那邊 女店長就說 不如拍一拍一條新到貨的招財貓 這款的Beabic 應該到貨到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 配件是400% 100%就是放在Series 42 裏面作為一隻隱藏版 今次這隻招財貓的造型 就比較貼近於一個傳統的造型 若果以拍手 拍聲來講 拍到水平線的話 大概5-6聲左右 1,2,3,4,5 1,2,3,4,5 1,2,3,4,5 上面的一些線條 今次都有點不一樣 腳的位置 以往兩個顏色 一般都會放在正面 今次來講 就放在側面的位置 今次這隻招財貓 和小盤一樣 都是屬於長腳的 以往大部份的招財貓 都是短腳的 這裡就有一個小小的demo 就是DAMADAM 和一些傳統的招財貓的配襯 都和大家分享一下 旅店長的一個小小的營商秘密 以往我都有 去代代木那邊消費 有時候給了錢之後 他還要付錢給我 我就問他 其實價錢就是這個 你為什麼要付錢給我 他跟我說 熟客的話 有一點點優惠 我問他 什麼為之熟客呢 他就說 總之 你之前來消費過 而且對你有印象的話 就為之熟客 那我回去想一想 其實 去買東西的話 你除了買一件貨品回去 中間 你去購物的時候 Kimoji 其實都非常之重要 如果不是 你純粹是一買一賣 其實你是去和超級市場 買一罐豆豉鯪魚 中間的溝通 只是一聲的話 就沒有什麼分別 這個 可以算是 代代木裏店長的 少少營商秘密 大家如果想找一間店 大家有聊有講 有商有糧的話 這個就作為一個 少少的參考 好 今天的開箱小分享 就到這裡 大家如果有其他問題 想問的話 就在留言區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